感恩台长 你好 我想问一下1998年属老虎的我的儿子 想问一下他的学业和前途 他什么职业会好 你的儿子呢 你不要逼他逼得太紧 我讲给你听 你也不要不开心 你的儿子自杀有点小问题 你有感觉吗 好像魂魄不全那样 对 他的脑子不行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也就是说他身上 小时候你在 比方说在怀孕他的时候 或者他生出来时候 你们为了让他快快长大 给他补营养 给他吃了很多活的东西 活鱼 你在怀孕的时候 几乎三天两天吃 应该是 明白了吗 明白 所以他孩子 现在全部都是灵性在身上 都是小灵性 你一定要好好地帮他念往生咒 多少小房子呢 小房子要看念 先念87章 往生咒每天要给他念49遍 嗯哼 好吗 你慢慢看你的儿子眼睛会活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孩子就开始自身好了 现在他有点发呆眼睛 对对对 好像 那他大学 他刚考的挺好的 但是现在 考大学没问题 他考了 但是又停了一年 刚停了 是吧 他要考大学没问题的 我就是告诉你 他的这个有点问题 明白了吗 要每天给他念心经 二十一遍 好吗 嗯哼 而且呢 最好不要再让他吃活的东西 跟菩萨许个愿 嗯哼 很脏欸 活的东西很脏欸 嗯哼 你就看哪个肉 哪个鱼不腥的 臭的呢 吃到肚子里还是臭 明白了吗 明白 好吗 他身边有没有不好的朋友 那些之类的 有一个 不好的 有一个 嗯 有一个 个子比他稍微高一点吧 胖一点的 对 让他离开他 让他离开他 嗯 整天 懂坏脑筋 跟他出坏点 是 好 贪玩 而且那样的问题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大学让他停一年 这个是前世的 前世的缘分吧 哦 明白了吗 明白 好吧 也不要得罪人家孩子 就说 爸爸妈妈不生气了 让孩子要在家里好好读书 他读得不好 嗯 只能这样 不要说因为你把我孩子弄坏了 没有没有 人家不开心了 嗯哼 对不对啊 那前途会好吗 前途嘛 嗯 钱会有的 图不一定有 哈哈哈 钱有一点 那职业呢 打个工嘛 打个工 职业会什么好呢 他做不了老板的 他可以搞点小设计 嗯 嗯 他会学设计 他应该会画画图啊什么的 很习惯的 嗯 那他学是土木工程 将来不会 看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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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作用 感恩 感恩拍摄 就是设计啊 设计房子啊什么 那87张小房子 以后还要加吗 念完之后 看他眼睛 是不是会动一动 那每天要叫魂吗 每天啊 要不要叫 现在不要叫 不要 好吧 要叫我觉得你应该叫一叫 是吗 你的魂魄不起 是吗 哈哈哈 好吧 像 再问一个六七年 属羊的女的 要多少小房子 一百二十张 一百二十张 一张 浑身都是病 病啊 有小孩吗 什么 打胎的小孩有吗 有啊 有啊 一百二十张 给他念吧 好吧 腰痕不好 要问一个亡人行吗 台长 要什么 亡人 何秀珍 2003年去 问了太多了 亡人 谢谢 亡人 谢谢 何秀珍啊 2003年去世的 给他念过吗 好像没有 没有 他为什么能够在天界呢 说明他活着的时候非常好 在天界 哪一个界啊 遇见天 谢谢感恩感恩 谢谢 谢谢台长 感恩台长 好 安